教育部新的反霸凌专线电话1953去年正式启用 为了提升校园师生关注拒绝校园霸凌反读等议题 青少年纯洁协会8号来到花莲六所国中校进行相声宣导巡回 从花莲市美轮国中往南到寿风凤林和光复等校 期盼传达保护自己尊重别人的重要 青少年纯洁协会成立超过24年 勤走校园推动拒绝色情、反对暴力、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配合教育部新的反霸凌专线电话1953去年正式启用 8日起来到花莲六所国中小学进行相声宣导巡回 第一站来到花莲市美轮国中 第二站则来到寿风香风里和风山国小 以反霸凌和反读的相声行动剧 传达保护自己尊重别人的重要 霸凌只要在旁边看要出报告的老师或报告家讲 我会先利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安慰他 然后再看他想要用什么方式去解决这些事情 因为最主要还是要尊重那个受灵者 可能可以请老师举例几个方式 然后我们看用哪个方式解决会比较好 因为我们常常会听到同学在学校都会说 老师那个同学霸凌我霸凌我 但是霸凌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通过这个双口让大家来知道 我们霸凌事实上才有四个构成要建 但是我们要强调是 就算它没有一再持续发生 我们都不应该随便的用我们的言语 或是我们的行为去伤害别人 这是最重要的 相声巡回包含瑞穗复原国小 凤陵万荣国中和光复大兴国小 透过双簧的桥段 让学生了解何谓霸凌以及定义 带领学生以熟悉的经典卡通 多拉A梦里的霸凌者 受灵者及盘观者 不同角色尽情反思 强调同理心的重要 希望让孩子从欢笑的说唱艺术 学习尊重彼此的差异 培养和谐校园人际互动 也持续为额校守护行动 敬奋心理 接着讲报言 华林区报导